水中自在地遨游 仔細看左邊少了手跟腳 漁網讓納比爾失去手腳 跟他相同命運的海龜 可能還有不計其數 登加樓大學海龜研究單位 在熱浪島成立海龜培育中心 這個研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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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在2018年開始 在這個研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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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我們在研究研究研究 第二項重要的目標 是我們在教導人們 這會讓人生存活動 海龜培育中心位在熱浪島北部 一個封閉只能經由水路 才能進入的沙灘 我們在水中很健康 所以我們的海龜培育中心 是約85%至90% 所以我們在研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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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因為我們為了 海龜培育中心的保障 新生海龜生存機率不高 從孵化到成長 面對各種挑戰 人工培育希望提高 小海龜的存活率 在研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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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是我這樣挖幾下 已經看到它有了的話 我們就會把那種 椅子移出來 放在一個孔裡面 然後晚上我們就放它 所以我的原因是 我們要他們 在晚上還出去外面 因為白天的話 它比較顯眼 它比較容易被其他的天敵看到 民眾可以透過加入 職工或領養海龜計畫 以均款方式 資助拯救和保護海龜 帶來新聞 黃桑燕林彥均 馬來西亞報導 大家好 全球七種海龜品種 就有四個